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昨天討論有關港人 在東南亞遇騙案情況 矽間選委會界別議員吳傑莊問及 持有BNO護照 但就沒有特區護照的港人 如果在外地遇上困難時 港府會如何提供協助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 當局不承認BNO為旅遊證件 或身份證明文件 若有港人持BNO 在海外被捕或涉及領事館事宜 建議有關人士找回自己國家幫忙 不過他就重申 明白香港居民有永久居民 及非永久居民 舉例包括一些外容 他強調只要是香港居民求助 即使不是中國公民 或不是持特區護照 港府都會盡力提供協助 又是香港居民 都會有很多 人變成了 為了